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为何要对小孩痛下毒手 是流窜作案还是肆意报复 今日说法不能说出被烫伤的女童 各位好 这里是今日说法 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 咱们先来看一张照片 照片上的这个女孩叫小婷 今年九岁 一副天真可爱的模样 但是一个多月以前 她遭遇的一场巨大的不幸 让她完全变成了另外一副样子 就是您现在看到的这种情形 她几乎全身都缠满了纱布 那么一个多月以前 小婷到底遭遇了什么呢 来看我们记者发回的报道 2011年12月9日 记者在福建省莆田市的一家医院里 见到了受伤的小婷 她住院已经将近一个月了 她现在可以吃一点 吃那个流食的一些之类的 现在这个是胸部直皮啊 就是说这里 只能躺不能坐 很痛 小婷的父亲张再琳说 女儿是被人烫伤的 那简直是一场生死经历 而事情的起因 还得从2011年11月11日说起 这里是福建省莆田市的 一栋普通的民房 小婷和父母就租住在 这栋房子的四层 11月11日那天中午 小婷和妈妈吃完午饭 和往常一样 妈妈去鞋场上班 小婷则锁上家门 继续返回学校上课 意外就在这时发生了 就是那个四楼 这种位置 这两个位置 偏偏倒倒的地方 直接滚到这个 你是看着它滚下来的是吧 是啊 是啊 偏偏倒倒就滚下来 我知道当时在哪个位置 就是爬到这下面 头朝下面嘛 对对对 爬下去 你当时看到是什么情况 你看到小孩子 他在哭 当时他没哭 都是爬起来才哭的 丁清国住在三楼 和小婷的父母 同在一家鞋场上班 彼此认识 当时 丁清国正要出门上班 恰巧看到孩子 从楼梯上滚下来的一幕 孩子当时的样子 让丁清国很是吃惊 丁清国开始以为 是小婷的父母体罚孩子 他赶忙上了四楼 看看是什么情况 四楼走廊的铁门 是关着的 没有人 丁清国这时才看清楚 小婷是被烫伤的 他老家一下 再看退一下 看退了就死 就是这样 他连忙打电话通知了 正在工厂里上班的 小婷的父母 满面都是血 衣服都血 脸上都是血 皮都掉了 看到他都害怕 我说 谁把他烫得给这样 看到孩子烫成这个样子 小婷的父母心如刀绞 他们刚刚离家不一会儿 女儿就受了这么重的伤 小婷的父母来不及多想 心肌如焚地带着他 赶到了十多公里外的 莆天市医院 负责治疗的医师 看了小婷的情况 非常吃惊 病情是非常危重的 已经病人病后来的时候 已经处于嗅嗑状态 全身水肿都很厉害 医生立即对小婷进行了抢救 医生说 小婷受伤的部位 大多属于最严重的三级烫伤 故体当时的水温 不低于90摄氏度 医生说 小婷被烫伤的皮肤 已经没有再生的能力了 需要直皮才能逐步愈合 孩子的头颈 上肢 上体 等多个部位都被烫伤 烫伤面积 占到人体面积的20% 而此时的小婷 已经疼得昏了过去 随时都有生命的危险 那么小婷是怎么被烫伤的呢 在赶往医院的过程中 小婷的父亲说 女儿当时的意识还是清醒的 从小婷断断续续不太完整的描述中 他们得知了女儿的遭遇 我边走边问她 我是谁烫了你 她说 她说是没看见人 是蒙着脸的 那她脸也蒙住了 她自己的一个蒙面人 她脸也蒙住了 按照小婷的说法 她是被一个蒙面人烫伤的 当时凶手用毛巾 蒙住了小婷的眼睛 之后就把她拖到了 四楼的公共厕所里 把滚烫的开水 浇在了她的头上和身上 随后 把她从四楼楼梯上 推了下去 经过医生的全力相救 小婷当天的病情 稍稍好转了一些 但仍然处在昏迷当中 医生说 小婷要想完全脱离生命危险 还需要一段时间 不仅要控制住感染 还要清疮和直皮 每一关对小婷来说 都不容易 而后期的治疗恢复过程 将相当的漫长 整个治疗费用 预计得十多万元 我们只有六七万块钱 六七万块发光了 也只把她拔 小婷一家来自陕西安康农村 2009年1月 小婷的父母 还有她及哥哥来到了莆田 小婷的父母和哥哥 都在当地的一个鞋厂打工 小婷就在附近农村的 一所小学上学 为了省钱 一家四口租住在鞋厂附近的这间民房里 每个月的租金110元 小婷的父亲说 他们一家每个月打工的收入才4000多元 去年她在老家盖了一幢新房 还没有装修 手头辛辛苦苦攒下的几万元钱 原想用于新房的装修 没想到 孩子就在这时出了意外 小婷跟随父母来到莆田 那也就两年多的时间 平常呢 父母都在工厂上班 也没有和任何人结怨 所以家里人一直想不明白 什么样的人 能对一个手无寸铁的小女孩 吓死狠手呢 在接到报警以后 还将警方第一时间介入了此案 警方接到小婷的父母报案 迅速赶到医院了解情况 但是从小婷父母那里 警方获知的情况十分有限 仅仅得知 烫伤小婷的是一个蒙面人 警方随即来到了案发现场 犯罪患者的已经逃离现场了 我们在现场勘察了 没有找到这个 被探的这个 作案工具热水瓶 已经了这个犯罪患者实验了 这个头障 楼道里 凶手没有留下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鉴于犯罪嫌疑人 作案手段残忍 警方迅速成立了专案组 并对案情进行了仔细的分析 警方判断 小婷没有受到其他方面的伤害 家里的财物也没有损失 犯罪嫌疑人 谋财伤人的可能性不大 大家进过这个研究讨论以后 将这个案件确定为那个报复行创的 所以说我们就从这个受害者的这个家庭关系 第二个就是灵力关系 第三个就是这个社会上 也没有一些什么节约 那么谁有可能报复行凶呢 警方首先对小婷的家庭关系进行了调查 住在小婷隔壁的 是小婷伯父一家 伯父一家有六口人 分别是小婷的伯父伯母 以及他们的儿子儿媳 孙子孙女 一家人也在这里打工为生 这么亲密的关系 他们应该不会伤害小婷 随后 警方来到了小婷父母工作的协场进行调查 警方了解到 小婷父母为人本分 同事关系处理的也很好 应该不存在同事报复的可能 那么 小婷在上学期间 有没有和同学发生矛盾 遭到同学家长的报复呢 这所名叫后城的农村小学 是小婷读书的地方 这是一个只有15个学生的班级 同学们都知道了小婷被人躺伤了 小婷的班主任黄老师说 小婷在学校表现非常好 很懂事 学习成绩也比较好 在得知自己的学生被人烫伤之后 黄老师的心情也非常沉重 我也是个母亲 也有自己的小孩 看到这种场面 我们真的感觉非常的无忽 希望所管大的群众啊 支持啊 帮助他多捐点钱 也希望他着力康复 来到学校来上学 从学校了解的情况来看 小婷和同学的关系和睦 基本上可以排除学生家长 报复伤人的可能 从这个用法面排散 我们说 全部外围的 昨晚的机会都排除 但是我们这个案件一度线路的僵局 不知道这个案件要从哪里去突破 案件侦破意识没有进展 警方组成了三个调查小组 继续在案发现场周边 以及对重点对象进行调查摸牌 试图发现有价值的线索 而此时的小婷在医院里的重症监护室里 已经住了四天 主要是青窗和直皮 每一次手术都需要四到五个小时 这对于仅仅只有九岁的小婷来说 都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想到女儿平时的乖巧 想到女儿的现状和未来 小婷的父母备受煎熬 而更让他们煎熬的 还有难以承受的医药费 住院才几天 他们就已经花掉了 东拼西凑的四万多块钱 小婷的父母不知道 以后该怎么办 在了解了小婷家的情况之后 无停市公安局 寒江公安分局 以及医院学校的单位人士 纷纷为小婷进行了爱心募宣 很晚就为小婷捐献了十万多元 警方的调查走访仍在抓紧进行 综合各方面的分析 警方认为外来人员作案的可能性不大 既然不是外来人员流窜作案 那就应该是当地的熟人作案 警方在小婷居住的楼房周边 进行了深入的走访 他们进一步了解到 按照当天中午那段时间 没有发现可疑人员出现在现场 于是警方初步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 然后我们基本上能肯定 就是这个楼上的人干 那么在这栋楼里居住着哪些人 谁有可能袭击小婷呢 警方对居住的人员开始一一排查 警察住在这栋楼里的基本上都是小婷父母张再琳的工友 很快居住在三楼的一个叫李国宏的男子 进入了警方的世界 原来小婷出事的闲一天 李国宏和小婷的伯父因为琐事打了一架 但是很快就有证据显示 11月11日那天中午 李国宏一直待在工厂里 并没有回到出租房内 李国宏表示 他和小婷伯父确实闹了矛盾 并扬言要报复 但他只是说着玩的 再者即便是报复 也会去找小婷的伯父 不可能找到小婷的头上 这样李国宏作案的可能性被排除掉了 警方的排查仍在进行 最后除了一个人之外 其他所有的人都不具备作案的条件 而这个人就是小婷的伯母乔凤利 从患者的时间 因为当时他乔凤利了 他在家带了两个孙女孩 而且就在患者现场的同一层 同一层楼 他有作案的时间和作案的空间 难道是小婷的伯母做的案 这样的分析结果 让办案民警有些意外 小婷的伯母乔凤利 跟随丈夫几年前来蒲田打工 尽管乔凤利今年只有39岁 但他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奶奶了 从去年开始 当了奶奶的乔凤利 没有继续上班 而是在家专门带孙女和孙子 出事那天中午 整个四楼就他一个人在家 而他家刚好和小婷家门挨着门 第一个 他这个脸是门面 这说明这个肯定就是那个熟人作案 门面不想让人知道他的面 熟人作案 第二个就是根据我们这个 就是说平时办案的经验 通常这种案件 比较符合女性作案的手法 虽然警方怀疑小婷的伯母乔凤利 但是要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 此时在医院的小婷经过一个星期的权力救治 病情逐渐的稳定了 并且能够开口说话了 民警连忙来到医院 从小婷那里 他们了解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也就是说犯罪嫌疑人一直是在小婷的身后作案 当犯罪嫌疑人把小婷从四楼推下的时候 蒙在小婷眼睛上的毛巾已经脱落 小婷说他没有看到犯罪嫌疑人从他身旁下楼 而就在这时住在三楼 正准备上班的丁清国刚好看到小婷从楼梯上滚下来 丁清国也没有看到有人从楼上逃下来 这就可以肯定 烫上小婷的嫌疑人并没有下楼 而警方发现四楼楼顶都是疯死的 排除了犯罪嫌疑人从楼顶逃跑的可能 那么11月11日中午在四楼的人就只有小婷的伯母乔凤丽了 所以说我们基本上就能肯定就是乔凤丽所 2011年11月18日也就是案发一周之后 小婷的伯母乔凤丽被带到了公安机关 做了一实相工作 他整个晚上都在扑鼓踢踢 他后来确实痛苦流涕 非常的厚 最终乔凤丽承认 烫伤小婷的凶手正是他 乔凤丽承认是他做的案 这让所有的人大吃一惊 他是孩子的伯母啊 他们是一家人呢 他怎么能做出烫伤自己侄女这样的事情来呢 可是事实就是如此 随着警方调查的深入 乔凤丽烫伤小婷的深层原因也浮出了水面 小婷是被伯母烫伤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 小婷的父母和其他的亲戚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他还能够女儿一辈子 我女儿往后的生活都跟你说 流上很多 精神上可能很大的打气 而小婷的伯父也不敢相信 朝夕相处的妻子竟然干出这样的事 那么小婷的伯母乔凤丽 为什么要如此狠心的烫伤小婷呢 2011年12月10日记者在莆田市第一看守所 见到了乔凤丽 特别疯狂 特别疯狂是吧 你当时什么眼睛想的那么多呢 当时我也不知道 我当时不知道 没想到有那么严重的受过 当时我也没想到 那天我也不知道我老的你是怎么了 那天 面对镜头 乔凤丽始终没有说清 他那天怎么会想到用开水烫伤侄女 他只是说 他和小婷一家确实有矛盾 而且矛盾积累了很多年 虽然他们以前一直对我们都不好 我一直都是帮助他们的 我都没那么想过 原来小婷的伯父一家和小婷的父亲 以前都在河北保定打工 伯父张再丽说 他和自己的兄弟 也就是小婷的父亲 当年在保定因为工资分配的事 曾闹过意见 后来小婷的伯父一家先来到了福建莆田这边协偿打工上班 但是毕竟是亲兄弟2009年在小婷伯父的介绍下 小婷一家也来到了莆田这边 小婷一家来到莆田之后为了生活方便就住在了伯父家的隔壁 门挨着门 但是因为一些生活上的琐事 两家人逐渐开始出现了矛盾 开始我的液化器是烧三个多月 后来啊 烧两个多月 两个月 我认为他烧了我的煤化器 是吧 液化器 我都搬到家里了 原来两家共用一个阳台 2011年9月 小婷的父亲发现自己家的液化器没有以前用的时间长了 他怀疑是乔峰丽趁他家没人的时候偷偷用了自己家的液化器 于是就把液化器罐搬到家里 但是在搬的时候不小心碰破了玻璃落在了地上 正好乔峰丽的孙女就在旁边玩耍 大概在地上去玻璃 刚好碰到他那个孙子的旁边 他这个伯母就寄人了 因为他要害了他的孙子 这件事让乔峰丽对小婷一家心生怨恨 而几天之后又一件事情发生了 还是跟孩子有关 当时小婷的爸爸买了一个新箱子 而乔峰丽的孙女在他家里玩 坐在了箱子上 小婷心疼新买的箱子 就将孩子拉开 还打了孩子一巴掌 这一幕刚好被乔峰丽看见了 母女打了他的手 打了手 打了一下 他哭得很大声 自从那以后 他都是这个 我二嫂都不叫他这个孙女 都来过家玩 包括我老婆说了 她说哭那么哄都不哄一下 心里可能是也有一点气 就是这样一些鸡毛蒜皮的家庭琐事 让两个家庭之间的机怨越来越深 小婷的父亲也意识到 和哥哥一家很难相处在一起了 于是小婷的父亲决定搬到楼下去住 星期六搬家 星期五都去世 我说这个事情这么巧 2011年11月11日中午 也就是小婷一家搬走的前一天 当小婷锁上家门准备上学的时候 乔峰丽积压在心底的怨恨全部爆发了出来 他关门的时候门声音挺大的 当时我心里特别特别特别的烦 不知道那时就急了一下就晚上的醉了 失去理智的小婷力冲出了房间 用一块毛巾蒙住了小婷的眼睛 把小婷拖到了卫生间 然后把滚烫的开水倒在了小婷的头部 脸部和身上 之后也许是担心小婷认出自己 乔峰丽把小婷从四楼的楼梯上推了下去 伤害小婷之后 她躲回了家里 把作案用的毛巾扔进了垃圾箱 由于害怕 这件事乔峰丽始终没敢和家里人说 记者采访即将结束的时候 乔峰丽突然跪倒在里 她说希望小婷的父母 能够原谅她一时的冲动 目前乔峰丽因涉嫌故意伤害罪 已被批准逮捕 好 今天我们请到演播室的嘉宾 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李美景教授 李老师您好 您好 您看乔峰丽 她这种做法实在让人无法理解 无法接受 这起因就是一些琐碎的家庭矛盾 您怎么样理解她这种动机 我认为这个案件当中的 这个嫌疑人 她实际上很具有这种女性犯罪的特点 第一呢 她所侵害的对象 往往是比较弱小的 第二呢 往往她这都和她自身的那种心胸狭窄 然后有某种情绪的积累 我们讲不良情绪的积累 她没有机会去发泄出去 或者说通过一个合理的渠道疏通沟通 那么有时候她会怎么样呢 就是激到一定程度以后她就会做事 您觉得您有哪些建议怎么样来化解这些矛盾 避免这样悲剧的发生 遇到这个亲人之间的矛盾一定要有一个克制 然后不要太计较 那我的建议就是 这个人的心胸往往和她的活动范围有关 如果你老闷在家中 你就会心中狭窄 那么当你心里有些不愉快 或者一些不好的情绪的时候 最好的办法就是出去 走一走运动一下 比如说和一些朋友这个串串门聊聊天 那么这个过程当中 你的一些不愉快可能就会消失 要和更多的人去打交道 对 在医院 经过近一个月的时间治疗 小婷的病情已经渐渐稳定下来了 感觉哪儿不舒服 腿上很痒 腿上痒 想不想上学 想 小婷的父亲说 小婷已经从报纸上得知 是伯母烫伤自己的 而对于这件可怕的事 她也很少提及 医生说 接下来小婷还需要接受几次手术 完全恢复 得需要一到两年的时间 恢复到基本上能够到达她原先的80%肯定没问题吧 如今社会上仍有好心人 不时的前来医院看望她 给小婷一家捐款 现在这个捐款大概有多少钱 20多 小婷的父亲说 虽然他们来自异象 但是社会上好心人的帮助 给了他们一家生活下去的勇气 现在他们最大的希望 就是小婷能够早日出院 早些回到学校读书 李老师呢 很显然 这件事对于小婷 她身心的那种伤害都是非常巨大的 她现在都不愿意提起她的这个伯母 我们说她身体上的伤可能能够治愈 但是这个心理上的伤 您有什么建议 她怎么样能避免这种心理上的阴影长期的存在 应该说她这个心理创伤会很长久的 要说消除是很难的 但是呢 我觉得只有这样两个方式 一个方式呢 就是说 让她避免这个刺激源 也就是说两家 我的建议就是这两家最好不要再住在一起 这是一个 此外呢 如果她的伯母呢 能够向孩子道歉 而且给孩子以这个温暖 或者说有一些补偿性的行为 求得她的原谅 那么这可能也会在某种程度上 减轻这个孩子对这个伯母的怨恨 她的家人也要对她更多的关心 而且呢 在这个问题上 告诉她今后不会再发生了 给孩子以安全感 这样可能她的这种受伤害的心理才会有所减弱 今天的事情有一点极端 因为琐碎的家庭矛盾 竟然造成了这么大的伤害 这提醒我们所有的人 家庭成员之间的隔阂 过节 一定要及时的沟通化解 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悲剧 而且大人之间的过节 一定不要牵动于孩子 毕竟孩子是无辜的 最后我们也祝愿 小婷能够早日康复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 感谢李老师参与今天的讨论 希望观众朋友继续关注 东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 综合频道 接下来的其他内容 明天见 本期节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